挑战用曾经老板板的出装来玩现在的赵云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相信很多新手玩家看到这些装备都非常的陌生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现在的肉刀 这个叫做黑色战斧 也叫做黑切 变成了现在的暗影战斧 还有这个叫霸者中装 现在也叫霸者中装 只是样子变了一下 这个你们绝对猜不到 这个叫振奋之凯 也就是不死鸟的前身 曾经的这套老装备拿到现在就变成了这样 后期六神装的时候 给你们看一下一共13500的血量 好的我们开启排位测试一下 这套老装备能不能玩 出肉刀前击刷牙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伤害的话也还可以直接免掉鱼姬 那么赵云在没有出肉装之前 他肯定是没有肉装的 我的意思是现在的我还是非常的脆的 OK啊现在也是出来了不死鸟 我一直想不明白 为什么曾经的赵云他是要出不死鸟呢 难道是为了让自己的二技能回血更多 于是我上网查了一下 发现曾经的振奋之凯 跟现在的不死鸟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后期六神装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这个是真的肉啊 原本三个人击合打我 就是死不掉 虽然我非常的能扛伤害 但是这把还是输了 我们先走了